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代楷模发布厅 我是发布人王嘉宁 在介绍今天的时代楷模之前 我想为大家播放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拍摄于2018年5月 是中国空军官方发布的 首次夜间绕飞台岛画面 此刻在屏幕中央出现的 正式被称为战神的轰6K战机 它是我国自主改进设计的 新型中远程轰炸机 也是中国空军 在推进战略转型当中的主力装备 不过不为人所知的是 这一次执行首次夜间绕飞台岛 驾驶着轰6K战机的 是中国空军航空兵某团 飞行二大队的飞行员 在人民空军漫长的历史上 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二大队 留下过很多个这样的首次 他们是人民空军首批组舰 首支参战 首力战功的轰炸航空兵大队 1951年11月 组建不到一年的二大队 飞出国门 在抗美援朝轰炸大河岛作战当中 创造了全摧毁零战损的光辉战机 就是这样一支战功卓著 英雄辈出的飞行大队 他们在不屑奋飞当中 不断锻造自己 成为新时代的空中铁拳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短片 一同走进不屑奋飞的二大队 2015年8月 空军计划出动轰炸机 尖击机等多型战机 赴西太平洋开展远海训练 与以往不同的是 此次任务 轰6K战机将飞出第一岛链 1000余公里 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交到了空军航空兵 某团飞行二大队手上 绕台岛出岛链 飞远海向深蓝 它充分反映了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引下 人民空军正在向空天一体 攻防兼备 这样一个战略目标 快速转型 这就要求我们空军训练的区域 向更远更深的方向拓展 因为当时是我们空军 第一次出岛链那么远的距离 充满了很多位置 就想着走出国门 向外界展示我们中国军事力量的存在 那种感觉是很自豪的 也是感觉充满了挑战 这一次空军多型战机 前出岛链远海远洋 不仅是地理空间的突破 更意味着空军作战能力的拓展和延伸 外界十分关注 14日浮晓 官兵们驾驶战神迎着朝霞 向着天际线进发 一小时后 双击编队来到了巴士海峡口 就在此时 指挥所传来通报 前方有两架外机正在逼近 话音刚落 外机很快出现在大家的视影中 紧张 紧张之余很快就冷静下来 它抵近我们之后 向我们亮肚皮 展示它的导弹 有点像攻击位 它相当于两个人 然后一个人拿着枪 可以说是扳机 我随时上膛 然后可以激发 我当时拿出相机 去拍照取证 便通过无线电 给他们喊话 我是中国空军 正在立即训练 不要干扰我方行动 立刻离开 否则后果自负 我的飞机代表国家 国家的尊严不容有失 面对层层阻挠 机组航向不变 高度不变 按时抵达目标空域 完成所有预定训练课目 当天他们首次 飞出第一岛链 一千余公里 创造了当时空军 前出距离最远 等多项记录 大家都非常兴奋 仗剑天阳 首先这把剑是铸成了 只有你的实实在在的 这种拳头 伸到这个地方去 你才能说有分量 维护利益要走出去 履行使命要飞出去 从一开始 空6K单枪匹马执行任务 到如今 远海远洋训练 实现了常态化 体系化 实战化 轰炸机在维护国家利益 和主权的过程中 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也因为其航程员 载弹量大的独特优势 成为了大国博弈的重要支撑 这些年 飞行二大队官兵 驾驶轰6K战机 始终奋飞在 捍卫祖国利益的最前沿 第一线 战巡南海 前出西台 绕岛巡航 他们以昂扬的战斗姿态 奋飞海天 宣誓祖国主权 捍卫民族尊严 现在在大屏幕上 有一张飞行员的自画像 这张画当中的这位飞行员 神情刚毅 意气风发 护目镜中映射的是 无垠的蔚蓝大海 这幅画的作者 是我们二大队的 副大队长张成良 这幅画的背后 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让我们掌声 有请张成良 成良您好 大家想象当中 轰炸机飞行员啊 他的双手 是操控飞机和导弹的 这样的铁血硬汉 也可以拿起画笔 用细腻的笔触 来描摹内心世界 当时的创作灵感是什么 这幅自画像 是2017年 我执行完 出导连任务之后创作的 那个时候 轰略给出导链 已经成为了常态 但是对于我来说 是我个人飞行生涯的 第一次 我记得在执行任务当中 我们遇到了 外机的多次干扰 其中一架 从我们左侧 垂直方向 穿到我们机下方 另外一架呢 到我们的侧后方 占据了攻击位置 当时呢 我还是一名副驾驶 没有太多的飞行经验 执行这样重大的任务 我的内心 不免是有些紧张的 我扭头看了脸机长 他眼神里 透露出来的那种坚毅 给了我信心 我们严格的按照预定计划 继续巡航 完成任务以后 返航时 我透过右侧的弦窗 看到了我们祖国的 宝岛台湾 那是我第一次 看到我们的宝岛 也是第一次 离它那么近 那一刻 我觉得作为轰炸机飞行员 我特别地骄傲和自豪 回来以后 我就怀着这种心情 创作了这幅自画像 就在前不久 我以一名机长的身份 带队执行远海远洋任务 当我再一次遇到 外机抵径时 我不再紧张 并且自信 坚定地用无限念 喊话他们 我是中国空军 正在执行任务 不要干扰武方行动 立即离开 立即离开 那一刻 我感觉到内心 是前所未有的 笃定和自信 我觉得我的这种成长 和我们大队的成长 是分不开的 2014年 我们改装轰6K 用了不到三个月 就完成了改装 不到七个月 就形成战斗力 战寻南海 不到十个月 就潜出岛链 我们心中就有一个信念 不断地提升战斗力 在一次次任务中 将我们的铁拳 越练越硬 将我们的血腥底气 越飞越足 立即离开 自自迁军 传递出的是我们自信 笃定的大国力量 在程良的讲述当中 我们也感受到 你个人包括 我们二大队的所有成员 进步都是飞快的 所以在日常飞行员的训练场上 他们都发生了哪些故事 如何去封营 他们自己坚硬的鱼翼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2018年盛夏 张成良如往常一样 驾驶着轰6K战机进行训练 只不过这次飞行 他要训练一项特殊内容 那就是导弹模拟攻击 当时我们提出了一些 包括导弹打击舰船的这种需求 我们也想试一下 我们这些导弹本身是说 对陆上目标 那我们海上这个目标行不行 一个轰6K机组 由两名飞行员 和一名武器控制师组成 对目标实施攻击 通常由武器控制师完成 但这次任务 需由右座飞行员张成良来实施 其实最大的就是 对飞行员的一个考验 我们都是用手进行标定 说不定你稍微手一抖 就会插着好里 没有一千里那种感觉 我心里还是比较没底的 对张成良来说 更有挑战的是 当熟悉的路上靶场 变成茫茫大海 目标换成舰船实体打标 任务难度呈几何倍增加 异常对实战思维和操控水平的双重考验 重重地压在了张成良的肩头 之前想得很简单 结果当我第一操作的时候 可能直接就从中心点 偏到了边界 信心满满的张成良 被现实泼了盆冷水 他意识到 要在极短时间内 掌握武器控制师 十几年的操控记忆 几乎是天方夜谭 要想掌握对导弹高速运动的 实时精准控制能力 这一切都只在 拇指的毫米有益之间 对着不足15厘米大小的屏幕 张成良想到了一个办法 当时也是机长 我们一块在模拟器上 把屏幕给它通过这种画格子 给它区分开 把每次操作的量 给它进行这种量化 我想去第一个格子 需要多大的量 需要摁压多长时间 每一次飞行结束之后 它都抽一个小马杂 然后在模拟机前面 去积极地训练 只要有空闲时间 它基本都在那里 随着训练量的增加 张成良对游镖的操作 越来越精细 距离成为一名 合格武控师的要求 越来越近 我慢慢地从这种 三厘米到两厘米 最后我进步到这种三毫米 每天感觉眼睛前面 去全是格子 感觉有点练魔症那种感觉 两周时间很快过去 张成良迎来了海天亮剑那一刻 进入预定阵位 构成发射条件后 张成良果断按下发射钮 不一会儿 屏幕上出现了导弹回船的画面 他屏住呼吸 操控手柄 将光标稳稳套住目标 电光霍石之间 屏幕上突然闪出一片白光 我当时就蒙了 就一片白了 就不知道目标在哪 看不清 也不敢动 只能隐约地从口光中看着 好像隐约地看到这个 当时不确定 然后我们就正常回来 回来是在房间休息 当时他是连门也没敲 一抬门进来 是他已经命中了 我一下就床上来跳起来 心情感觉很兴奋 很开心 这次成功命中 验证了该型导弹的性能边界 更是他们首次 由右座飞行员 执行导弹攻击的成功范例 未来的战场 将大大提高机组的多目标攻击能力 提升部队远程导弹的效率 今天的飞行员不仅是武器操控员 还是一名空中任务指挥官 更要做一名 是一现代战场的全能型人才 公司的任务 让我内心的这种成长 这种未来一种使命和责任上的成长 在未来战争中一声令下 能不能上得去 你能不能打得赢 这是命中的目标 我觉得就是答案 轰炸航空兵在现代战争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们的轰炸机飞行员 只有不断地超越 突破 创新 去挖掘每一种武器 装备的极限性能 做到人和装备的最佳结合 才有可能在战场上 立于不败之地 这个画面很像是从船舱中 拍摄外面蔚蓝的大海 但实际上是我们二大队飞行教官 魏孝刚驾驶着轰6K战机 在海上进行超低空飞行式拍摄的 所以接下来为大家请出 两位飞行员 魏孝刚和木特发艾莉 有请 魏教官 我由衷地说一句 刚才这个视频太酷了 因为在我们印象里 轰炸机那都是在 万米高空之上翱翔的 但是您驾驶着 这样的大家伙 几乎是贴着海平面 以数百公里的时速 进行逐浪飞行 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训练呢 因为近年来 虽然我们装备的发展 我们图房的手段 越来越多样化 但是超低空图房 一直是我们图房手段中的 重要一环 我们的目标是 让所有的飞行员 都能够达到这样的技术水平 都能拥有这样的勇气 说得太好了 为大家介绍一下 魏教官 他有着30年飞行生涯 6600多安全飞行时长 您是一位不折不扣的 老飞行员了对吧 是的 这些年您看着时代在变 装备在变 是不是内心也有非常多的感触 是的 我今天带来了几张照片 和大家一起分享 哇 太漂亮了 这张照片 是我们去执行南海战巡的任务 当我们飞到茫茫南海上的时候 正好赶到日出 所以当时这个画面 给我非常大的震撼 太壮美了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南海的日出 这张照片是我们在执行远程奔袭任务时 途经昆仑山 哦 雪山 对 远处的白云 下面的白点就是雪山 哇 都太漂亮了 还有照片吗 这张是我们在执行完任务以后 胜利返航时遇到的日落 因为当时任务执行得比较圆满 心中也比较开心 当时我们心中都哼起了打把归来 天哪 太美了 感谢魏教官带来这个角度的照片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以这样的视角 俯瞰我们的祖国和大好河山 正像您说的 内心的心情应该是无比骄傲和自豪 是的 有时候我自己也感觉到自己是个幸运者 能够从飞行员的角度 去看到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而心中还有另外的一个感受 也特别强烈 就是强军十年以来 我们空军转型和跨越的步伐非常大 以前我们往往是千里走单近 现在我们是成体系地飞出去 上连天 下连海 有广阔的海空 给我们做支撑和保障 我们飞得越来越放心 也越来越有信心 作为一名老飞员 我今年五十岁了 五十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数字 我想说 只要身体条件允许 只要党和国家需要 我就会一直飞下去 我们也要向魏教官致敬 感谢您这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和热爱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位年轻的飞行员 他就是90后飞行员 穆特发艾利 穆特发你好 我听说最近你正在进行机长改装 分享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什么样难忘的事情 要是让我回忆这十年的话 实际上我感觉我的变化还是挺大的 我记得刚来到大队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还比较年轻 意气风发 自信满满 以为自己就是一个合格的飞行员了 结果当我第一次开始飞红6K的时候 飞机我操纵不好 设备我也用不明白 那会儿带飞教官对我的批评 都是家常便饭 有一段时间啊 我的心里特别受挫 后来在2021年的一次 对抗演习中 我印象特别深刻 那次演习长度非常大 不分昼夜 任务就是一个接着一个 而我又是任务分那中年纪最小的 所以我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大 演习刚开始第一天 我就飞了12个小时 我也不知道自己飞得怎么样 我只知道自己完成了 自己该干的事情 后来呢 回到大队之后 大队的当时所有人都出来迎接我们 迎接的时候 人群中就有个人冲我喊道 布尔库特 布尔库特是什么意思呢 在我的家乡 就是雄鹰的意思 我很意外 因为同样 在我家乡还有一句谚语 叫风雨猛 折不断雄鹰的翅膀 我也是一直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 通过这件事情 我意识到 实际上只要你肯磨练自己 肯战胜自己 那么所有人都会认可你的付出 这些年我参加的任务越来越多 飞行的航迹越来越远 我的理想信念也越来越坚定 我想说 我是穆特发埃利 来自于天山脚下 我的目标是更好的保卫祖国的空间 加油 布尔库特 胸怀凌云壮志 搏击万里长空 两位飞行员的故事 更加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 二大队的每一位队员身上那种 无坚不摧的英雄气质 然而 二大队是如何 知难不畏难 迎难而上的呢 我们一块去了解 2021年下 北部湾某海域乌云密布 硝烟弥漫 空军金飞镖 2021考核 悄然打响 金飞镖 代表着中国空军飞行人员 突防突击能力的最高水平 时任飞行二大队大队长 王健领 带着大队官兵参赛 第一次把这个金飞镖考核的 靶场放在了这个海上 它的难度可能增加的不是一点半点 能够参加金飞镖 一定是这个每个单位 里面最优秀的一部分 放在一个平台来 竞技来比武 其实就是华山人舰这种 群鹰对决 想要夺金 谈何容易 此前 王健领所在部队 曾两度与团体第一 失之交臂 此次团队四个机组出征 大家都卯足了劲 提前三个月 就开始强化训练 目标直指金飞镖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 前三架战机依次划出 王健领所在的第四机组 兵器宁神准备起飞 可就在此时 飞机机载设备 突发故障告警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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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是老子会一懵 因为遇到这种问题 几率很低的 它的电子设备有概率 但是概率极低 可能是万分之一的概率 这个设备负责为某些机轨供电 如果带着故障强行起飞 将严重危机飞行安全 后果难以预测 而如果临时更换战机 则被视为战损 直接退出比赛 说实在地反应 真的是心八两八两大的感觉 它是一个整体的成绩 即使我们三架全部零度零米 投得很好的话 你没有第四架的成绩的话 也拿不到团体第一 当时我心里其实就有一个念头 今天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让我们这个飞机飞上去 整个作战流程都明确了实现 有的缓解甚至精确到秒 分秒的误差 都将直接影响比赛的成败 面对突发特决 机组也难以判断 究竟多久才能完成排骨 心里很着急 我说这怎么赶得上啊 当时我看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游门已推到底 发动机轰鸣声瞬间淹没了整个机舱 其实机组三个人就一个想法 拼着 他们前面就是顶着游门 最大游门往前赶 那种噪音就大到什么程度 就把我的声音提高拔足 都听不清楚我们在说啥 能够保持这么长时间的大处的这种飞行 作为一个轰炸机来说 以前 我说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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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在和二大队的年轻飞行员交流的时候 我们发现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义无反顾的拼劲 这种共同基因到底来自哪里 我们也一直在寻找这个答案 现在在我手上所拿的这一份是来自72年前的文件 也是首次对外界公开 这是1951年11月11日 某司令部作战科关于11月6日对大河岛敌人行动总结的原件 在这里有一项关于二大队出动9架图二轰炸机对目标摧毁程度的描述 其中写道 以目利观察 将敌集结大河岛之白马部指挥机关和部队全部摧毁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进72年前那段光辉岁月 1951年11月6日 首任大队长韩敏扬率领9架都二轰炸机第一次轰炸大河岛 就是我们大队组织实施的 这就是我们中国空军首次成功的轰大 正给新徐员们做讲解的是飞行二大队政治教导员周小宇 虽然记不得是第几次走进二大队荣誉室 和每当讲起72年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那场战斗 周小宇仍然能感受到内心抑制不住的澎湃 1951年冬 我志愿军部队攻入朝鲜西海岸北段 在距离鸭路江口70公里的大河岛上 盘踞着里程晚的部队及美韩情报机构人员 日夜搜集我方情报引导指挥飞机对我后方实施空袭 同时还经常派遣特务潜入朝鲜北部西海岸地区 伺机进行破坏活动 严重威胁了我国东北和朝鲜北部西海岸地区的安全 为了拔掉这颗钉子 11月6号飞行二大队奉命轰炸大河岛 大河洞村敌情报指挥机关 这是志愿军空军轰炸机部队第一次执行轰炸任务 第一次参与轰炸大河岛的时候 部队组建时间不长 而且他们都是一群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 去完成党和国家赋予我们的生命任务 没有任何实战轰炸经验 平均年龄只有23岁 人均战术科目训练还不足20小时的二大队 紧急投身战场 然而他们即将面对的却是装备先进武器 有着丰富战争经验的美军 这一支年轻的队伍究竟能不能完成 志愿军空军轰炸机部队的首次亮相呢 当天下午 时任二大队大队长 年纪25岁的韩明阳 带领9架土二轰炸机 从沈阳余洪屯机场骑飞 编程品字队形朝大河岛飞去 除丁行动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离那个大河岛 还有33公里的距离上 我只能看到了大河岛的轴数 我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会想起现在的角落 全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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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简单 达国人管车 我真的想起来 你是在从沈阳上 所有人管车 要跟小费 给很急 我首先想起 cyber 再遮到 中国人 不如使命也成为了二大队代代相传的战斗精神 我们这支部队在组建之初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久久把11颗大弹全部命中 一下子就给这个团队注入了灵魂 70年来首战基因流淌近一代代二大队官兵的血脉 激励着他们南征备战履历战功 2018年9月大队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表彰 2019年8月被锁在战区行为备战打仗新进典型 2020年2月荣立集体一等功 飞行二大队既是抗美援朝战场上战功卓著的英雄大队 也是军事斗争准备第一线最前沿涌现出的优秀代表 对于激励我们全体官兵试制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有着重要的引领推动作用 将空天一体攻防建备的世界一流空军迈进飞行航迹 见证了中国空军的战略转型 在新时代的长距路上 我们将继续展翅翱翔 汉卫服过蓝天 穿越山海 逐风斩浪 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刻应运而生 每一生战因消场 能不宣告着二大队官兵始至报国的真正誓言 从凌空轰炸到远程精确打击 从战巡南海到绕飞台岛 从大河岛首战扬明到西太平洋搏击风浪 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二大队 以实际行动在祖国蓝天 镇刻了一条嘉丽奋飞的时代航迹 接下来我们将发布 中共中央宣传部 关于授予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二大队 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 中共中央宣传部 关于授予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二大队 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 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二大队 是空军首批组舰 首持参战 首力战功的轰炸航空兵大队 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辉煌战绩 新时代以来 大队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胸怀凌云壮志 搏击万里长空 瞄准强敌锤炼制胜本领 聚焦打仗提升实战能力 总结了多套训法战法 培养了大批飞行尖子 圆满完成南海战巡 前出岛链 绕台岛飞行等重大任务 被空军评为四铁先进基层单位 先进基层党组织 荣立集体一等攻一次 该大队是在加快建设 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 强大人民空军征程中 涌现出的重大典型 是奋飞军事斗争一线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的空中铁拳 是搏击长空新向党 飞行万里不迷航的杰出代表 他们的先进事迹 深刻反映了人民军队 传承红色基因 更续红色血脉的光荣传统 生动展现了全军部队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全面提高打赢能力的丰硕成果 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广大官兵 学习强军思想 建功强军事业的时代风貌 为宣传包扬他们的先进事迹 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 授予空军航空兵某团 飞行二大队时代凯模称号 号召广大党员干部 特别是部队官兵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坚持党队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全面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 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团结奋斗 让我们有请时代楷模 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二大队代表登台 有请中共中央宣传部 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 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 为时代楷模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二大队 颁发奖台和证书 大队长您好 恭喜我们二大队获得今天的荣誉 您有什么话想和大家讲 今天我们大队获得这项荣誉 二大队全体官兵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我们不光翅膀硬飞得远 我们的拳头更硬打得更远 今天面对国家安全发展需要 只要一身另向 我们同样使命必打 绝定 今天我们二大队的官兵们 带着我们一起重温了很多难忘的首次 那在今天录制的现场 我们也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 他就是人民空军轰炸机部队的首批飞行人员 也是参与轰炸大河岛作战的英雄飞行员 九十岁老兵杨祝奎 掌声有请 杨老您好 非常非常欢迎今天您的到来 先跟我们所有人打个招呼吧 好 我是老兵杨祝奎 向大家问好 杨老您看一下后面的大屏幕 我们有两张照片 这是我们的老伙伴 杨老转身这一瞬间 就仿佛多年未见的老友 隔空打了个招呼 这边的是当年的图二轰炸机 现在这一架新的 这是我们的这个红6K 红6K战机 战神 两代空中铁拳 两代保佑万家灯火的这些飞行员 在这个舞台上通框了 杨老您当年上战场的时候 是多大年纪 我是当时是十八岁 十八岁 我已经在航校学成了毕业 参加了这次 康普元朝的 洪扎大河岛的战斗 我们在康普元朝战争当中 发扬了我军的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 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做出贡献的一些战友 他们有的已经都离去 历史属于我们的责任 已经过去了 我衷心地希望我们这些年轻的战友们 为祖国而飞 为祖国而战 希望你们能够苦练 作战本领 成为战无无胜 所向无敌的英雄大队 谢谢 谢谢老英雄 谢谢 谢谢 七十多年前 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 用青春和热血 书写了人类战争历史上 不朽的正义传奇 七十多年后 同样有一群中国的青年人 他们牢记老一辈的付出和奉献 更加坚定自信地翱翔蓝天 不论是过去还是未来 他们都是独一无二的飞行二大队 不论是逆风还是略海 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真英雄 天到远江山中 一位冲天上就冲 武汉殿剑陆风 和军墙地下路风 到军行一步出销 一见出销 必见过 一声传人一一声 将军将军当先销 到军行一步出销 一见出销 必见过 一声传人一一声 将军将军当先销 到军行一步出销 一步出销 必见过 一声传人一一声 将军将军当先销 美成人一声 老要看 获得乎 Down 卧 في山唐 新乘以長唐 飞起万里傲 nice vision 战场 规划 忍一下 不容易 豪 accord activ 谢谢大家